百闻不如一见 汉轩帝时西北边境传来警报 说枪人时常出没骚扰 攻占城池 杀害官吏 形势十分严重 汉轩帝立刻与大臣们商量 众爱卿 我们如何对付枪人的骚扰呢 我主张立即派遣大军全去攻脚 对 说得对 全去攻脚 可是谁可以率领大军前去 大臣们都默不作声 这时候有个叫赵冲国的老将自告奋勇 我愿意到西北边境地区看个究竟 汉轩帝很高兴 问他 依亲估计 枪人实力如何 你需要多少兵马 多少武器和粮草 尽管提出要求来 情况究竟如何 现在还不清楚 因此无法估计和提出要求 百闻不如一见 我想亲自去看一看 等了解了情况 再做决定 向您纵报 赵冲国来到了西北边关 进行实地调查 侦查了枪人地区的形势 从俘虏的口中了解了枪兵内部的矛盾 制定了驻兵囤守的计划 回到京城 赵冲国向汉轩帝奏报情况 我主张对枪人不进行攻脚 采取分化瓦解 争取和好的牧林政策 不行不行 我们坚决反对 应该立即攻脚 对 我们反对 我们应该攻脚他们 可以适用驻兵囤守的牧林政策 赵冲国的计划实行以后 效果果然很好 边关的紧张局势随即缓和了下来 成语百闻不如一见 是强调深入了解实际的重要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